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 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 使我得到的更多 Hey John 你知不知道美国很有名的 盖洛普统计公司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民意调查 就是美国现在有多少人 他们还相信上帝 有多少人 大概75% 这么多 对他们相信上帝 事实上只有19%的人 他们完完全全不相信上帝 不相信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创造了人类 就是所谓的无神论者 对 在英国有另外一个智库叫Thios Thios他们所做的统计里面 有80%的英国人 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了人类 事实上比美国还更高一点 我想很多时候他们常问我说 真的有神吗 神存在吗 是他们问说 如果你可以告诉我 神真的存在 你可以证明给我看 我就愿意相信他 我不知道通常你面对到这样的问题 你通常是怎么样回应的啊 其实从历史历代以来 最主要人们透过四个不同的论证 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第一个论证叫创造的论证 创造的论证 其实很简单就是因果欲 就是说有一个结果就必定有个因 我们现在看到有山 有海 有这个地球 有这个银河系 有这个宇宙 那么他必定有一个创造者 因为这一切的受造物都是个果 那么因就是创造 创造者 造物主 他就是这个 这个就叫创造的论证 我知道 我知道 就好像是 你看 如果今天我们走在路上 突然看见到我手上有 这些石元 在路上 我们突然看到 走过看到有一叠的 石元硬币 那你不可能觉得说它是by chance 对 by chance它会叠起来 一定是有人把它叠起来 是 就是这样子的逻辑 对不对 Yeah Actually你所说的 是更进一步 是设计的论证 OK 就是说有这个钱币存在 必定有个创造它的 可是这个钱币 它被雕成这个样子 或者它被叠起来 这是设计 OK 就好像你现在身上 这个衣服这么漂亮 这个衣服 必定有人设计它 是 对不对 譬如说这个灯这么漂亮 必定有人设计它 这都很复杂 所以你知道 你长得这么帅气 也必定有人设计 还有 我改你都在设计我的概念 你知道 John 你知道你的头脑里面 可以装多少东西吗 多少啊 你知道我们的大脑里面呢 可以装十个十次次方 位元的东西 这个数字 我没有什么概念 100兆个位元 也就是如果写成英文书 你大脑里面可以装 2000万本书 2000万本书 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呢 大概装了380万本书 换句话说 你的头脑里面可以装 5个国家图书馆的书 太奇妙了吧 对 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创造我们 觉得这些衣服 这个灯 还有我们的大脑 绝对不是 突然之间就产生了 不可能会是这样子 不可能会是个偶然 是个意外 就这样子 没有任何目的跟意义的 没有那么巧合的吧 是 最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如果你把1000只猴子 他们放在打字机的前面 放在电脑前面 他们一直打 1000年也不会打出 撒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这样的作品出来 你知道你听到一首 很美妙的乐曲 或是一篇很棒的文章 那必须是有人很精密 去设计它的 嗯 这个说法真的太棒了 第三个论证 叫做存有的论证 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个观念 就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有神这个观念 那么就必定有神 就像有花这个观念 有草这个观念 有树有河流这个观念 就必定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即使是无神论 也必须先有神 然后再推翻它 是你说对了 那么第四个论证 是很有名的 道德律的论证 C.S. Lewis 这个很有名的文学家 他提出来论证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同样的道德观 譬如说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别人就告诉你说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当他讲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怎么可以这么说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对不对 我们都觉得偷窃是不对的 说谎是不对的 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东西呢 这不是从心理学来的 这也不是从社会学来的 这不是从遗传学来的 事实上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这个 罗马书第二章 十四节十五节 事实上有这么讲 他说没有律法的人 照着本性做出律法的事 那么他就还是遵行了律法 因为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的心板上 让他的是非之心同坐见证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神把道德律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会知道 这件事情是对 这件事情是错 最终这四个论证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上帝是存在的 因为他是创造者 他也是设计者 这个世界 我们人体这么精密 是他是设计者 有神这个观念的存在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道德律 其实讲了这么多 不管是透过创造论 设计论 或者是存在论 或者是道德律 一个人真正要相信有神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要经历这位神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真正要让一个人 相信有神 其实很多的时候 带他跨出信心的这一步 其实是一个关键 很多的时候你知道 就像好像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 那房间里面是全黑的 假设我们在这个摄影棚里面 就是全黑的 然后你进来的时候 你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我尝试要描述给你 这边我们有一个摄影机 这边有一个桌子 这边有一个椅子 这边有一个电视 这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很多的时候你必须要 你说OK好 我接受 我相信 可是我还是看不见 但是你发现 真正要看见的关键是什么 你要把灯打开 灯一开 我不需要跟你解释那么多 我也不需要透过 创造论来跟你解释 存在论来跟你解释 设计论来跟你解释 甚至是道德律的方式来说服你 你发现当你一开灯 那那个一开灯你就都看见 那那个开灯其实是什么 就是必须每一个人 还是必须要夸越这个信心的这一步 你必须要相信 这为什么 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信心里面 在信心里面开始那一步的时候 你才可以开始经历他 在信心里面你愿意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 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想要认识你 其实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人开始经历神 其实是透过这一个小小的开灯的动作 这个灯一开 它开启了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 而在这个关系当中 他在慢慢慢慢的经历神 他开始明白很多别人所说的东西 他个人开始有经历 个人跟这个神可以面对面 在约翰福第十四章那边 你会发现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 你可不可以把父显明给我们看 只要把父显明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 我们就满足 可是你要照耶稣的门徒 跟随耶稣跟随这么多年 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 在牧养基督徒的时候 在跟基督徒互动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基督徒 在他的信仰过程当中 也会怀疑神的存在 到底有没有神 特别有些时候 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其实是跟我太太亚文 她在读圣经学院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她下课的时候 跑过来找我跟几个同学 她说 我不确定 有没有神 我就很纳闷 我说你都已经来 放下你的工作 大老远来到瑞典 去读圣经学院 你怎么可能会觉得 没有神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那时候她就跟神祷告 说神我突然慌了 她说 我每一个礼拜都来到教会 我十一 我守主日 我摆上这么多 到底有没有神 到底有没有神 如果万一没有上帝的话 我这些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都白费了 是啊 所以她就跟我们在交谈 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她有一个体验 神就透过约翰福音 十四章那边 耶稣对多玛的一个回应 来安慰她的心 有一天早上 她在读经的时候 刚好那天读经 就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一节那边 耶稣说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现在耶稣在说什么 你可能不相信 我所说的话 可是你透过 我所做的事 你可以信我 那天她读了这个圣经 她觉得到底什么意思 她不太懂 可是后来那天 她到学校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在他们班上 有一个同学 那个同学 她其实一开始 来圣经学院的时候 她那种个性 是比较cut corners 她能够贪神 她就是比较属于 走一下捷径 走一下捷径的那种人 所以她来到圣经学院 她读书 不是那么认真 但是也在读 可是那一天发生一件事 那一天她突然看到 这个同学的时候 那个同学痛哭流涕地 来到她面前 她说哎 怎么了 她说我今天 突然 有一个感动 我去跟我们的校长说 我在我们 圣经学院的申请表上面 其实我说谎 其实 她就说 其实我有抽烟 我有做这个 她说我在 application上面 我说谎 其实她还没脱离那些问题 对 但是她诚实 跟校长这样讲 然后校长就看着她 然后跟她说 没有关系 你愿意诚实 我们就愿意接纳 所以她那天感受到 很大的神的爱 她就走过来 跟雅文分享这个故事 然后雅文就在看着她的时候 她就听见天父跟她说 你如果不相信 我所说的话 我所做的事 你看见我在她身上做什么事 雅文很清楚知道 这个人原本的个性 是她不可能会诚实 她不可能会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神说你看见我所做的事 我是一个真实的神 我是一个又真又我的神 能够让人知罪 能够让人改变 他的生命更新 因为改变这种 我们知道江山一改 本性是难以 那个个性的改变 是最难的 可是她亲眼看见 神就对她说 我是又真又我的神 我是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 去教会的 当时我去教会之前 我在学校的成绩非常的糟糕 然后在学校里面 也很调皮捣蛋 很叛逆 然后闯出了很多的火来 我去到教会 其实只是因为 我喜欢那里的人 我喜欢那个氛围 我喜欢他们脸上 总是有笑容 我喜欢他们很温暖 很爱我 很关心我 那我觉得他们是很好的人 其实我虽然我都听不懂 这个诗歌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 牧师在讲些什么 可是我很喜欢 可是有一天 我就在公园里面说 突然之间 我就产生这样的念头 万一这一切都是假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你说说的 我有经历过这件事情 万一这些都是假的 那我这样相信 有意义吗 如果没有 死了之后 没有天堂 没有地狱 怎么办 我跟你讲 很多基督都会这样讲 是 可是我回去之后呢 我就很认 这个困惑在我里面 存在一段时间 就是后来我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相信有天堂和地狱 我相信上帝是真实的 可是如果我死了之后 发现人死如灯灭 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有什么损失呢 我其实没有任何损失 我只是在地上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对吗 是 然后没有礼拜天的人 如果我不相信上帝 我不相信天堂地狱 可是我死了之后 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 哇 那我就完了 亏大了 亏大了 真的是亏大了 对不对 我要改变 已经来不及了 只是因为这个逻辑的想法 我就接受了 我就接受了上帝 从那个之后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怀疑过上帝 可是当我信了主之后 我就开始经历到这件事情 就是在短短的一个学期之内 我的成绩从班上倒数的 到考上前三志愿的高中 哇 然后我本来从一个 你知道我以前 国中之前 国三之前所有的照片里面 我的脸上都是没有笑容的 但是从那个之后 我所拍的照片 很奇妙的 都是笑得很灿烂的 经历旧温的喜乐 对 我的整个人变得很开朗 活泼 然后不是那样很忧郁的人 我跟我家人的关系改变 我真的经历到像你讲的 也因为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 因为天父所做的事情 我相信他 因为神所做的事情 相信他 他真的在我生命当中 做很多的事 所以其实我想很多基督徒 生命当中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无论怎么样子 我们都需要精力 是 其实刚才 透过这样的一个论证 其实我们其实在讲的就是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要相信 因为这个关系是透过信心 信心是什么 其实就是 我还是有很多东西 其实我不明白 但是我能否把我 先不明白的东西 放在一边 其实说真的很多的时候 你说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 那一刻 我们真的看见到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还很多人就不知道 可是就像你那天在公园的时候 你做了这个决定 你说 反正没有什么损失 我就好好的去信 反正你做这个决定之后 你就发现 你就开始认识他 他就开始向我们显明 所以耶稣对多玛说 你看看 你可以信 我是可靠的 我相信神是可以让我们每个人试试看 即便我们的信心不够 其规模信心不大 即便信心一点点 可是当我们愿意说 嘿 我好像听说 有你存在 如果真的有你 我相信 我在一些 肯定徒徒的时候 说嘿 你有关系 你就试试看 你有什么好损失的 你跟他试试看 祷告 你跟他试试看 说话 一开始他们说 这些事情发生 我觉得 应该是chance 应该是巧合 应该 可是当你巧合再巧合 再巧合再巧合 你一直的巧合下去 你很难会说 都是chance 很多人其实就是在试试看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 哇 这位神不仅是可视的 而且是可靠的 而且是信实的 那个时候 他就会发现 那个不再是别人在跟你传福音 不再是别人跟你做见证 你发现你个人有 与神的一个见证跟经历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我是牧师的孩子 从小听闻关于这位神 很多的道理 儿童主日学 我听了好多好多 关于耶稣的故事 可是我真正开始经历他 其实是在 我在中学的时候 在国外求学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小留学生 很多的事情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失恋的时候 我在那边哭 突然我感觉到 你不是一直告诉我说 亚文是你的初恋吗 呃 那是 希望他不会看到这集 我都 我都 是是是 所以在 感情受挫的时候 但是你真的很经历到他的安慰 我就经历到他的安慰 那种东西其实 有些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 你怎么可以这么相信 嗯 为什么可以相信到一个地步 你放弃你的工作 放弃你纽约银行的工作 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真实经历到他的爱 我们的经历多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他的存在 所以John其实你今天在鼓励我们 就是说 不要只是因为我的头脑 知道了够多了之后 我才要选择相信 是 而是我相信之后 我就会知道 是 而且我就会经历到 你跟我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美食 对不对 如果你带我去个餐厅 告诉我说 伊恩 我告诉你这个牛排超好吃 超好吃 我就告诉你说 说服我 证明那个牛排真的很好吃 你怎么说 怎么说 怎么说 我都无法明白 那个牛排真的很好吃 除非我相信 我跨出那一步 我给你走到牛排馆 坐下来吃 我就会说 John这真是个好牛排 所以有些时候 相信之下 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思考 面对很多事情 是要用不同的感官 就好像 我们要用鼻子闻 香味 我们要耳朵听美好的声音 我们要用眼睛 看漂亮的风景 同样的我们认识 你讲的是漂亮的风景 我以为你要讲漂亮的什么什么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感官 其实不是我们的头脑 是 是我们信心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需要透过信心 来认识上帝 有些人说 我们相信科学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科学其实也有它的局限 当谈到这个宇宙的起源的时候 我想问你问题 谁能够 在实验室里面复制这个过程 谁能够在实验室里面 把这个整个过程重置一次 那也只不过是一个理论 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假说 所以有些人 他把科学当作是宗教爱相信 但是你要知道科学 有科学的局限 但是我们如果要认识上帝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心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信心 跨出这一步 我想要分享一个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叫Liz Trobel的人 这个人他很特别 这个李史特伯这个人 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你知道他可以当个律师 可是他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选择 他到芝加哥论坛报 在美国很大的一间报纸 他去做这种司法调查记者 你知道这个记者 跟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 觉得不太一样 你知道在美国 他们有些记者可以挖出 政府里面很大的弊案 或者是他们可以挖出 企业里面的丑闻 所以他就很喜欢去做这些调查 抽丝剥茧 他的太太得了犹豫症 非常非常的不快乐 他太太就去了一个教会 在那个教会里面 经历到神的爱 生命被改变 变得很喜乐 然后他就开始跟这个Liz Trobel 传福音给他 你知道吗 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其实Liz Trobel也是看到 他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可是他去到教会里面 他就不是那种很 emotional emotional 有些人他们到教会里面去 他们唱诗歌就哭了 因为这个 他的情感被神触摸 他知道神是真的 有些人是因为经历了一些 超自然的神机 所以他的病得到医治 所以他就信主了 有些人是经历了很多的见证 生命改变 事业或经济被祝福 他就信主了 可是这个Liz Trobel就是这种 超级大头脑的那种人 他觉得 读法学的 读法学的 所以你觉得我也是这个样子 那他当时心中就有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我觉得这背后有个阴谋 所以我要来好好的发挥我 司法调查记者 用我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专业 我要来抽丝剥茧调查 他就研究了全世界13个最顶尖的学者 从普林斯顿 哈佛 牛津剑桥 这些最顶尖的世界的学者 他去研究一下 耶稣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耶稣到底有没有死了 耶稣有没有复活 圣经是不是真实的 他从找这些 从人类学 考古学 历史的生理学 医学 各式各样圣经的学者 各式各样的专家 当他做完这整个研究 他本来想要踢爆这整个过程 但是他做完这整个研究之后 他信主了 哇哦 而且他不只信主 他成为一个牧师 而且他不只成为一个牧师 他成为一个专门向这些 怀疑不信的人 传福音的人 你知道他写了一本书 叫重神耶稣 就是你知道他好像把这整个过程 过程他就写成一本书 那我想 其实我觉得上帝 是可以经得起这个考验 是的 不管你是一个很情感的人 还是一个你觉得你想要看到神迹的人 还是你是一个非常大头脑的人 你都一定可以经历掉耶稣 我想要讲一个我大学同学的故事 我这个同学非常非常的优秀 成绩很好 他是一路上考上研究所 然后第一名考上博士班 而且只用两年就拿到美国发学博士 考上了律师法官 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呢 我跟他传福音 我为了要跟他传福音 我就每天早上五点跟他去晨跑 然后为他祷告 然后呢 读圣经 他好喜欢罗马书 他觉得罗马书非常有逻辑 还是法律人的习惯 保罗保罗 但是他就一直都没有 他就 他一直觉得他总是跨不过去 他也经历了一些祷告成就的事情 但他就跨不过那一关 有一天晚上 他就睡觉之前 他就真的觉得好痛苦 他就跟上帝祷告说 他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 请你今天晚上告诉我你是真的 那他就睡觉 然后他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到他在高雄中学的老师 他你知道他整个大学这四年当中 都没有回去高雄中学 看到他这个老师 这个是个坏孩子 然后他就梦到这个老师 他是个基督徒 他坐在司令台 旁边就跟他说 某某 耶稣是真的 耶稣是真的 就这样 他从半夜起来 他知道上帝在跟他说话 又有一个他一直都没有想到的 一个基督徒老师 回到中学的场景 对他说 耶稣是真的 他就哭着 然后相信耶稣基督 今天他已经是法律系的教授 他也带了很多学生信主 哇 所以其实真的 神是听得起我们的考验 是 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 那你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认识 这位上帝的方式都不一样 是 也没有任何的限制 不管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 或者是透过不同的论证 其实神渴望我们每一个人 用我们个人的方式 开始认识这位上帝 就像我手上的这个古董老相机 必定有制造它设计它的人 同样的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 还有我们的生命 也都必定有创造我们 设计我们的主宰 亲爱的朋友 我要邀请你 今天把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让它能够进到你的心中 因为它正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 你可以跟着我来做这个祷告 一起低头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接受你进到我的心中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而你竟然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吸尽我一切的罪 因为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从今天开始 我是新造的人 我成为神的儿女 我的罪得到赦免 我有全新的生命 有你的恩典每天与我同在 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的灵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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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